那些卖鱼的男生都这么不靠谱的吗 什么情况 我网恋了一个卖鱼的男生 前几天晚上和他打完视频以后 他就消失了 打视频 聊什么的呀 嗯 就聊那个呀 哪个 就那个 不好意思说嘛 哪个呀 我都不好意思说的哪个呀 哎呀 你不要问了嘛 那你视频上怎么样 他就在附近卖鱼 我希望你们能帮我找到他 找他干嘛 我要把他揍一顿 嗯 嗯 哎 那个男生在那边刷刷刷的是不是 哦 帅哥 问一下你们怎么办呀 鲫鱼13 草鱼17 明夏20 要哪个 我帮你猜 来个鲫鱼吧 他不跟你消息你还这么主动来找他 为什么 挺喜欢他的嘛 然后也很担心 就是怕他出什么事情 你恋爱脑 没有 还没有 有 你不会关心男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多少钱 370克 7块钱吗 算你 哎 我问一下啊 如果是雅如要买的话也是这个价吗 雅如 没有 你们又是谁啊 你们为什么会认识雅如 刚在那边看到他了 他超生气的 你怎么还带着鱼啊 你怎么还带着鱼啊 给雅如的礼物吧 那你喜欢吃鱼吗 我能说不喜欢吗 那你还谈了个卖鱼的男朋友 他卖鱼又不卖给我 哈哈哈哈 你们聊上的时候在聊什么东西 打游戏 打打游戏 平时也聊聊天 分享分享日常 然后就在一起 你一会在那边被人欺负了 啊 你现在是闹哈利 什么呀 我操 什么病啊 我操 好 我操 我操 哪里啊 我操 你病 我操 你男朋友跑过来了 她好像有点着急啊 回到从前 回到最远时的我 你是否会发觉 我已经说再见 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为什么我都天都没有回我消息 对不起 我让你回我消息好不好 好 我真的我很担心你 你干嘛不回我消息 你干嘛不回我消息 因为我都戴着手套要杀鱼 帮别人抓鱼 那你以后忙的时候 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以后我忙的时候 我都会先跟你发个消息的 不过 你不要一声不肯就不理我好不好 好 好 嗯 嗯 还放后面呢 哦 这是 我给你带的礼物 嗯 刚刚听摄影师说 你说你不吃来着的 但是他做的我肯定会吃 哦 你这么好女朋友 你在哪里找的 其实我是在花园上遇见他的 你们要是想找 也可以去花园 花园 是 因为我平时在那边卖鱼嘛 也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女孩 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我以为我这样的可能找不到 但真没想到能遇见他 哇 真好 哎 哎那我就把你们相识的这个软件 放在左下角咯 如果有恋爱需求的 可以去试试看 那这样子 两位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啊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 我们把你男朋友那个店 明天的所有鱼全部买掉 让他休息一天陪你出去玩 真的吗 当然了 我们很有财力的 钱包鼓鼓 那我们可说好了 可以啊 来吧 什么游戏 男生 公主抱女生 然后对视10秒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感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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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对你的爱恋好看